Name America Name America 夜旦佳节来临 美国广播公司ABC新闻 搜罗全美各地 完全在美国制造的模范企业 80名员工手工制作150款不同装饰品 其中这位资深代表已经做了33年 夜旦树上增添气氛的装饰品 还有这些大小不一的雪花片 纽约这间夜旦用品店贩售的雪花装饰 是由美国职讯中心学员手工制造 ABC新闻记者 接着来到纽约一间烧烤店 老板在1980年代创业 当时骑着他的重型机车 跑遍全美贩售烤肉酱 后来才落脚纽约开第一间店 现在已经有七个据点 烤肉像原料也都在美国生产 光是今年就卖出超过60万瓶 美国在地生产的好东西 从吃的到用的还有穿的 两名美国青年 十年前携手创业 专门制作T恤 他们认为在美国设计制造 可以产出最符合理念的成品 这些T恤的棉花原料 同样来自美国 加州 乔治亚州和德州 从美国农夫手上 每年生产25万码布料 这些棉花送到加州 在洛杉矶做成T恤 这间服装公司一共有160名员工 已经在全美开设22间门市 拜登政府高喊 美国制造业回来了 不只是晶片 民生相关的十一住行娱乐 也鼓励爱用美国制造商品 创造美国就业机会 带动美国经济成长 TBS新闻综合报道